請開會 請高均數美委員諮詢 尋找時間為三十分鐘 謝謝尤院長 我們有請蘇院長 蘇院長 請 蘇院長好 美人你好 疫情緊張 大家都辛苦了 謝謝 這是第十屆 我第一次在這邊向您總質詢 在我談到我今天的議題之前呢 我要先感謝院長 我們在去年您的協助之下 援助民族的保留地 禁法補償修正案 我們多納入了大概六千多公頃的保留地 參加了禁法補償 我要再一次在這裡 跟我們全國的人民公布一份數據 林務局它以國際標準計算 禁法補償條例107年 我們受理了五萬一千一百四十七公頃 合格的面積是四萬七千三百七十一公頃 它讓超過兩萬九千名的族人 可以得到補償 而在過去兩年我們編列了四十二億 可是我們實際補償只有十六億四千五百六十七萬 而這個金額我們保護超過了四點七萬公頃的森林 為台灣的碳溪存 水源涵養 防災 減災方面 帶來了超過兩百億元的經濟效益 在這裡我要再一次謝謝院長 我們一起為自然環境經濟的循環樹立了非常好的典範 現在要開始進入我今天的主題了 今年新冠肺炎進入了全球的流行 政府告訴我們因為防疫我們超前部署 所以疫情全部都在控制之內 而最近半年降雨量只有歷年來平均值的一半 經濟部也告訴我們要超前部署 所以我們推動了節水 在2015年通過的國土計畫法 更是超前了二十年的部署 而這個國土計畫法呢 兼顧了國土保育 糧食安全 還有城鄉發展 院長有遠見才會超前部署 但是會超前部署的職責團隊 是不是就有遠見 我想這個是有待商榷的 近一個月我收集了非常多的資料 我也閱讀了非常多的資料 而且我也實地會看了 我今天呢就想要救救院長 我會先用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完整的說明 然後我再請院長 你用五分鐘的時間回答 所以你現在可以先請坐 在今年的二月 有兩個新聞引起我的關注 一個是二月十八號 台唐 他在屏東萬聯舉辦了太陽能重電計畫的工廳會 由於他要砍掉兩百公頃四十萬棵樹 改建太陽能電廠 遭到當地的軍民返電 這原對於收購這個計畫 全部發電量的台積電非常的傷腦筋 這將會影響到台積電 南科的三奈米新廠的營運 而對頭反對的萬人鄉長林國森他講 砍樹不違法 可是政府你們把人民的訴求擺在哪裡 另外一則新聞是二月二十號 行政院你們通過了國土計畫法修正案 國家重大的建設不受國土計畫法的限制 院長我看到這兩個新聞之後呢 我親自到了屏東的萬聯 我實地的了解 我這才發現新聞裡面所謂台糖兩百公頃 其實不是只有兩百公頃 它是涵蓋了台糖 在屏東縣的六個農場 總共是一千兩百公頃的平地造林 我還記得當年 為了要因應國際公約 還有APE會員國的造林政策 我們政府推動了平地造林 而為了平地造林 我們從2002年一直到2006年 推動了平地景觀造林 還有綠美化的方案 在2008年一直到2012年 我們又推動了綠色造林計畫 所以將近這二十年來呢 我們農委會總共投入了大概一百二十四億的預算 來執行平地造林 而其中台糖就佔了五十三億 當年我們拿人民的納稅錢總共五十三億去造林 現在我們要砍掉二十年的平地造林 要去開太陽能電廠 而且院長你看一紙公文 這個公文上面寫了什麼呢 本公司平地造林地 為了要配合國家的綠能政策使用 請同意 免返還已經領取的造林費用 一紙公文單單幾個字 五十三億人民納稅的錢就化為烏有了 而我也記得在2012年的時候 高雄市它推動了人無產業園區 七十四公頃裡面有二十公頃是台糖的平地造林 它必須要砍掉兩萬三千棵樹 而這引起了環評委員的質疑 最後在高雄市政府它承諾要把這些樹移植到別的地方 終於在去年的七月 人無產業園區才通過 環評變更地幕承諾移植樹木 總共用了七年的時間通過了 而現在我們為了要配合屏東縣的台糖平地造林地的坎樹重墊 農委會去年它再一次修正了 申請農業用地做農業設施 這是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的第29條 而這29條呢它納入了國營事業 它可以讓台糖用所謂的營農型計畫 提出農業 結合綠能的設施的專案計畫 每公頃每25公頃的平地造林 只要你砍掉10公頃的樹林 設置太陽能的光電板 你就可以通過農地農用的審查 這麼樣一來呢 變更地幕還有所謂的環境評估都全部規避掉了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一般的農民他要蓋農社 他必須要有0.25公頃以上的農地 而且他要持有農地超過兩年 還要有農保的身份 他才可以蓋10%的農社 而現在所謂的營農型計畫 他可以讓光電業者在農地上 蓋40%的光電板 這麼樣一來他就合乎了農地農用 而且業者的職業欄是務農 他可以有農保 滿65歲 他還可以每年領7千塊的老農津貼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他在去年10月17號在法說會上 他說由於3奈米的新廠耗電量大 加上蘋果等等的客戶 他要求要採用綠電 所以他計畫要砸600億在屏東縣 興建台灣規模最大的太陽能電廠 如果台積電的計畫成真 又依據農委會新修正的辦法 我想劉德英董事長 他會是台灣最大咖的農民 台積電他雖然表示 他不會自己蓋太陽能電廠 他是由台糖公司 在屏東縣政府協助之下 要找廠商合作興建 但是全部的太陽能電力 是由台積電全數購買 農委會 屏東縣政府 還有台糖公司 量身訂做了所謂的營農型計畫 我講的更白一點 就是讓台糖公司 可以為台積電砍樹重電 我不僅想要問一個小學生的問題 砍樹重電 這算是綠電嗎 請問在場學問淵博的大家 院長 我還記得當年 我們為了要解決國土發展的亂象 我們大概花了將近20年 才在立法院三讀通過國土計畫法 現在行政院你們又提出國土計畫法的修正案 國家重大的建設不受國土計畫法的限制 其實農委會在去年 你只要小小的修一個辦法 砍樹重電就已經變成合法的農業 農用了 在法律上 太陽能發電 它其實已經變成了農業 我就不知道行政院 你為什麼還要去動這個大法呢 我們所謂超前部署的國土計畫法 其實早就淪為國家重大建設的施行細則 我講白一點 它只剩下衛生紙的功能 講得更清楚一點 其實我們修這個大法就是為了屏東縣政府 還有農委會 還有台唐公司發明的營農型計畫 擦屁股 我們再來看一下一個數據 台積電 它究竟使用了多少電 而台灣真的需要那麼多的電嗎 2016年 台灣總電量2125億度 台積電的用電量是88.5億度 它的佔比3.9% 2017年台灣的總用電量是2172億度 而台積電用電量是113.9億度 佔比5.2% 2017年台灣一年新增加的用電量 被台積電用掉了54% 再來看2018年 台灣的總用電量是2191億度 台積電總用電量是130億度 佔比是5.9% 2018年台灣一年新增加的用電量 被台積電用掉了84.7% 而今年第二季 台積電的5奈米廠要投產了 它的每年用電量是63億度 大家聽好也看好 一個5奈米廠的用電量 它超過了東台灣56萬人口的用電量 而兩年後也就是2022年 台積電的3奈米廠要投產了 它每年用電量是77億度 而一個3奈米廠的用電量 它超過了台南市一年的民生還有商業用電 它的用電量等於全台灣用電量的3% 同時在2022年的時候 台積電它做了環評的承諾 5奈米廠還有3奈米廠 它必須要使用20%的預電 也就是每一年台積電至少要用28億度的綠電 而台積電跟屏東縣政府合作在台唐平地 造林地要設太陽能電廠 它的8電量一年15億度 就需要1200公頃的用地 而這1200公頃的用地 我們以營農型的計畫 設置40%的太陽光板 就等於要砍掉480公頃的平地造林 而每公頃2000棵樹等於要砍掉近百萬棵樹 天啊這到底會是什麼景象 台灣砍森林全世界都在看喔 院長屏東是你的故鄉 上一周我到屏東去 我從大五山腰往下搖望 綠翼遍布平原 這些都是我們近20年的平地造林的成果 我們看一下這是185沿線的沿山公路的左側 也是我們台唐平地造林 而這些全部都要砍掉 而這些要砍掉的樹要幹嘛呢 要被太陽能光電板取代 我在請大家看一個樹調查報告 在2018年的時候 林務局對平地造林做過三個效益的調查 第一個是空氣淨化的價值 每年每公頃可以淨化氯狀污染物47.79公斤 二氧化硫7.17公斤 氮氧化物6.52公斤 第二個研究調查是 每年每公頃二氧化碳的新存量是8.52公噸 第三個是對微氣候的影響 屏東花蓮地區的平地造林 前後溫度還有雨量是明顯的變化了 屏東午後雨量增加顯著 花蓮午後的降溫非常的明顯 18年前 平地造林市環境政策的超前部署 現在產業政策的超前部署 打敗了我們的環境政策 本席還要再問一次 砍樹重電 這算是綠電嗎 我想大家更知道 近年來 中南部的空氣污染非常的嚴重 我們政府的規劃是 增加再生能源 也就是綠電的比例 短期的對測是 增加燃氣的機組 然後減少燃煤的機組 可是我調閱了台電的資料 從2014年林口電廠的 一二號燃煤機組除疫之後 一直到2024年都不會再有燃煤機組除疫 至於2025年之前我們要增加的五部燃氣機組 因為天然氣涉及中油供應的上限 而這五個燃氣機組只能做為什麼 調度因應使用 所以燃煤機組是不可以除疫的 我在追問台電 綠電的產能我們逐年快速的增加 為什麼不可以減少燃煤機組呢 台電說 因為綠電的主力是光電跟風電 這兩個都是屬於不穩定的能源 所以燃煤機組要隨時準備資源 院長我想這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們綠電一直增加 燃煤機組不可以減少 講清楚了就是太陽下山之後 太陽能的光電歸零 這個時候我們所有的燃煤機組 就必須火力全開 夏天悶熱沒有風的時候 我們的風電歸零 我們的燃煤機組也要火力全開 我想這才是中央政府 你們推翻台中市管制 深煤自治條例最根本的原因 因為燃煤機組隨時都要火力全開 深煤它怎麼可以管制呢 而節能減碳 我們政府已經減了不知道多少年 按理說產業政策 我們應該是要淘汰三高產業 這三高產業應該就是高耗能 高排放高污染的產業 而淘汰高污染的產業 我們也執行了非常多年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據 台積電高耗能全台灣第一 高排放全台灣第七 可是我們的政府的政策 卻獨厚台積電 我們再來看一下我們的政府 為了台積電的用電 近三年跟未來三年 台灣增加的用電幾乎要給台積電 而為了台積電要綠電 我們的台唐公司要圈地一千兩百公頃 砍一百萬棵樹 生產的綠電 還要我們台電投資七十億超高壓的輸電系統 把這個綠電輸送到我們的南科廠 而台積電使用的工業用電 每一度電比我們小老百姓的民生用電便宜了0.35塊 也就是說我們每個人 連繳的電費都有補貼到台積電 而台積電很賺錢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一下八成是外資持股 每賺一塊只有兩毛是留在台灣 八毛是被這些外資拿走了 台積電賺的錢外資拿走了八成 而我們卻要砍百萬棵樹 變成勇士的罵名 院長台積電高科技的龍頭 他也是台灣之光我知道 但是我們從屏東坎樹重電 要供應台積電這樣子的案例 我看到了國土保育政策 能源政策 還有產業政策互相矛盾的關係 現在我給您五分鐘回答 我期待院長您的回答 能夠一節本席之禍 好 謝謝委員 委員這個質詢 題目非常的大 涉及層面又高又廣 從國土的規劃 談到氣候的變遷 談到要不要讓台積電 在台灣佔這樣子的產能產值 用這樣子的電 我又看到委員特別點出來 這個縱樹造林種種的問題 這個真的委員要好好獎勵 你的幕僚在你的領導下給你準備 這個涵蓋面很廣 而且相當深入 有很多的數據也幫你整理出來 我個人在近三十年前就當屏東的縣長 這是我的故鄉 你點的那個地方 我比你熟 你畫的那條沿山公路 就是我開闢的 你任內開闢的 所以這個地方所經過之處 所做的事情我很清楚 那我們台灣就是要面臨抉擇 我們是不是要用綠能 用再生能源 用這樣子的發電 來減煤蒸氣斬綠 我們要就要做抉擇 另外我們台灣要不要發展 讓我們台灣能夠也讓外資進來投資 也在各方面 我們要不要留住相關的企業 來帶動台灣的發展 就像你舉例的台積電 美國一直要叫他去 中國一直要叫他去 他卻在台灣又增加投資一兆五千億 所以我們台灣要在世界有一席之地 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做很多的選擇跟判斷 講的這一個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台灣應該要多種樹 少砍樹 我是當省議員的時代 就這樣主張 而樹在台灣農田休耕後 政府確實不分哪一個黨執政 都鼓勵在休耕中的農田平地種樹 正因為平地種樹 有些是硬 休耕的時候不要讓其荒匯 所以鼓勵種樹 所以樹又分兩種 一種是永久性的森林 一種是經濟作物 經濟的樹木 所以它的期限是二十年 種種 這有相當不同 這必須經過這些執政的這種經驗 看到不同的處理情況 那這個海棠土地 是不是適合用來做太陽光電 發電等等 那這個屏東其實有很多地方還可以做 包括已經地層下線 不能跟做的地 我們可以來使用 力能發電 太陽光電 太陽電板 這些其實 是不是一定要砍樹 以及這些樹木 是不是我說的是經濟作物呢 還是森林 可以永續存在 我覺得以後龍委會 對於趙林 既然要補助 應該要來補助 就是最好的林象 將來能成為森林大樹 永續存序 就像我們吳勝 老師在彰化種樹 種了台灣原生種 將來要永續的森林等等 謝謝院長 我待會的重點就在後面 我講五分鐘了沒有 我待會的重點在後面 院長我非常謝謝你也非常認同我剛剛所講的 就是這個所有的政策應該要全面來思考 有些原則我們都是同意 我再請院長看一下聯合報最近的願景工程 他的專題是為未來種一棵樹 這幾篇報導很令人感動 為了整體環境 為了下一代 有那麼多的民間人士無怨無悔的種樹 而我們的政府也就是農委會 卻要為台積電砍百萬棵樹 在八天前也就是3月12號的植樹節 行政院農委會在台中的清水裡面也舉辦了總統植樹的活動 由副總統陳建仁代表出席 陳副總統他種下了一棵台灣的原生樹種 他公開呼籲國民在重視經濟還有便利的時候 應該要顧及這片土地上 動植物的生存還有永續發展 使人類還有自然生態要達成共存共榮的正循環 他也鼓勵每一個人要為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盡一己之力 可是副總統他在公開談話的時候 他可能不知道他的政府要為台積電砍掉百萬棵樹 明天也就是3月21號是世界森林日 全球的土地有三分之一是森林 森林也是陸地上生物多樣性最大的系統 有80%的動物植物還有昆蟲都以森林為家 更有16億的人超過2000種原住民的文化 在這邊孕育成長 但是每年卻有1300萬公頃的森林是被砍伐的 造成了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了12%到20% 所以在2012年的時候聯合國決議把3月21號定為國際森林日 也就是明天 向全球宣導森林對於消除貧窮環境永續還有糧食安全的重要性 為了這一代還有未來世代的利益 我們人類是應該要永續管理可貴的森林資源 院長我今天最後的重點是台塘公司的公聽會 新聞出來不到一個月 屏東要砍樹重店的前兩個專區計畫 已經非常快速的送到了農委會審查 第一個是屏東縣萬鸞鄉專區計畫231公頃 第二個是屏東縣岩埔區蓬北段專區計畫37.95公頃 樹一旦砍掉就回不來了 本席真的期待院長你能夠暫停站在你旁邊這位主委 這兩個案子在農委會的審查 能不能夠停下來聽聽各方面的意見 所以呢本席今天談到台積電的案子 我要再重申一遍我不是反傷 這可是涉及到了重要的國土保育 產業能源等等重大的政策 我真的在這邊要請命我請院長你三思 兩個已經在農委會要審了 能不能夠先暫停聽聽看各方面的意見好嗎 委員可能你不知道就在上個禮拜 我才請農委會主委跟教育部長 來救台灣應該要多種樹 尤其是農委會應該鼓勵種原生種的樹木 要從小樹種齊特別在山甸水妹種四地四種 我也特別請學校尤其是教育部長 對於學校學校校地都固定的 周圍種上一千原生種的樹 就像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我覺得對孩子這是最重要等等 院長有這個高度我非常的敬佩 我一直都是從這個角度做 所以我做自己相反的事情 但我作為政府工作者 我要就整個國家的整個角度來看 來評量跟相關主管機關 我相信我講的這種態度 他們聽得清清楚楚 那委員 這兩個專區是不是先暫停一下 然後我們再好好的思考 怎麼樣根據我們剛剛所說的國土計畫 產業以及能源 因為本席剛剛已經跟院長報告了 台積電他要用電的量多少 甚至於他也跟環境評估也簽了約 未來蘋果等等的這些公司要有百分之二十的綠電 所以我們台糖公司才會缺一千兩百公頃的地給他 而就為了他我們還有修正農業的一些法規 用所謂的移農型的計畫來幫他脫困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有待商榷 也要好好的思考 有些事情你把它合起來講 並不是如你所下的立場 這些不也是對台積電的未來五奈米跟三奈米一場要砍掉台糖嗎 請問是不是 是我的資料拿錯了嗎 我講的是 你讓我講 剛才你還提到一個中火 說我們是為了這個要火力全開 要怎麼樣 所以才把台中市政府的自治條例 我們請助理把它回到那一個 我剛剛的確是從台電拿到的資料 我們2014年之後呢 我們1、2號的基礎市 停了之後 以後的就都不停了 我想董事長在旁邊 從蔡政府上來以後 我們在中火減少燃煤 已經高達近六百萬噸 而台中市政府五次發表的新聞稿 都在在的講 這一年來 這幾年來 台中市的這個空汙改善達四成 而我們對於台中市的這個自治條例裡面三條圍緩 所以我方不能把它合起來談 所以我方不能把它合起來談 我再重申一遍 樹砍掉了就回不來了 明天就是全世界的生靈日 我希望院長您好好停下來 至於我說的產業政策 還有我們的國土計畫 或者是我們的能源政策 我希望院長 你今天沒有好好回復給我 回去了之後 不過在短短的時間也很難回復 希望回去用一個書面 用一個書面讓我知道 好不好 因為這真的是非常大的政策 因為你說你講十五分鐘 只給我五分鐘 所以我沒有辦法完整 沒關係 給我書面 好嗎 謝謝